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亦拼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我們就講一講這個 可否舉世無雙 就是英國的足球流氓 真是狗改不了吃氣 而且這次很特別 他們不是對外 這次是英式的內鬥 當然有動手 不知道曾幾何時英國的足球流氓的消息 好像越來越少 但是由於近日卡塔爾世界盃的因素 令到這群足球流氓再次登上 報章的 一些版面 今次是 大英的內訪 是英格蘭 對威爾士 不是國家隊 是球迷 首先他們發生口果 最後雙方在西班牙的一家 夜店外面 內鬥 當然有動手 眾人動手的影片 亦都在網絡上廣泛流傳 由於今次世界盃 威爾士 作為大英的一份子 其實 他是64年 久違了64年 終於 再次在世界盃 在舞台上出現 就跟英格蘭 一起是各足16強賽的出線之架 所以 憤愛令到 整個英國的注意 日前 部分球迷 當然雙方球迷都是 因為都是來自英國 雖然是一個威爾士 一個是英格蘭 我都說過英國人很喜歡去西班牙 或者法國 近 地中海的地方 這次他們就在西班牙特內里肺島 特內里肺島也有支球隊 其實 就在一間 夜店 本來看球就看球 沒想到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雙方是英格蘭 威爾士雖然來自同一個大英 但是 居然發生口角 更加 在夜店那裏 動手 結果動動下手 出賣夜店 影片可以清晰地看到 雙方球迷 從夜店入面 動手動到大馬路上 不單止有人 被 埋身去動手 所以整個人 是 趴在地下 有些 更加 居然是用這個 兵器袍 首位的 摺凳 哈哈哈 直接 當然 這些當然是 不適合 兵器袍首位 另外 我們看到 鏡頭 轉到另一邊 可以看到 兩邊的球迷 聚集在夜店的門口 中間 不少人 互相拉扯 有爭執 也有球迷 拿著 這個 椅子 想 向人家做一些動作 甚至 有人勁啊 直接 襯亂 跟人家 單挑 有些 當然 因子丹 是一對十 有些是一對二 這條影片 昨天 上傳之後 其實看到 有 一千多萬人看過 亦有人說 英國人就是英國人 當然 英國人不好的事 哎呀 BNO 要不要出來 維護大英 的面子 但實際上他們真的做錯了 你都動手了 有片有真相 還為何 這個球迷 當然 亦有人說 用最差的方式 最差最差的方式 就是 這樣去 搞 這次 本來好好的 去看球 去一下酒吧 即是倒兩杯 亦有人說 有22人 在 草地上 爭取一個球的結果 估不到 因為兩隊去踢 估不到 最後 讓成了那麼多人一起動手 根據BBC的報導 其實在賽前就有很多 威爾士的球迷 放棄前往卡塔爾當地直接觀看 因為 他們知道自己 都知道自己 很難以理解當地法律和規定 控制不到自己 沒錯 就是自己 寧願在一個可以放鬆 做自己 喜歡做的事 但也不是動手吧 放鬆 真是好笑 說得那麼好聽 對 說得那麼好聽 我們看看 其實這個足球流氓 亦有人說 英國不是說紳士風道嗎 為甚麼 你去問 你去問 秋水王 吐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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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能不能回答你 其實除了這個世界杯之外 還有16年的歐洲杯 亦都是很多英格蘭的球迷 當然也有其他英格蘭的地方 除了英格蘭還有蘇格蘭 反正英國球迷 都是 整個大英的球迷的名字 都算挺臭的 16年夏天 其實全球 最 不想見到的 最有無力感的 工作 就是 在法國做警察 為甚麼 因為有很多事要做 還要日常的事已經很多 因為之前法國也有很多極端分子 要提前戒備 亦都要對 街頭的 抗爭 當然也有很多 另外 另外 當時 6月10日 到7月10日 在法國舉行的 16年 歐洲 國家杯足球賽 更加令到法國警察 忙得 真是無力 雖然一個月要做 但是 除了擔心遊客 是 行叉搭錯 還有一些 極端人士的動手 更加大問題的就是 來自各個國家的 足球流氓 當然最出名的當然是英國 在當時 6月10日 開幕戰 當晚 其實 英國的球迷已經在馬賽街頭 不是 喝幾杯 是喝大很多杯 已經開始 攪拌了 並且 他們 居然 在市區大聲地說 什麼難怪 你在哪裏 這些你能說的嗎 你要知道為什麼呢 法國是一個 很多北非 移民的地方 你知道北非移民很多是奉信某宗教的 就算 沒錯 就算這個法國 的球王 斯丹 祖上也是來自 這個北非的 當然 最終法國警方 就要請他們 壓吹淚煙 強制這樣 叫他們走 趕他們 第二天 英國球迷再次在馬賽街頭 跟當地球迷 發生了一些 動操事件 另外 是的 亦都令到當時 我戰爭 幾年前的武 六年前 亦都厲害 三方 大動手 加上俄羅斯球迷 因為他們是同一個小組 糟糕了 你又會把他捏捏 是的 不知道為什麼 最終 法國警方除了用催淚煙 亦都用了 其他東西 包括 以前 何議員 曾經的罪外水爆車 打算 壓制他們 接著 6月11日 比賽當日 同樣是三方運戰 再次上演在馬賽街頭 馬賽的雙方 牛禮 是的 其實 他們 這次 就是 俄羅斯人 佔上風 KO了英國人 球場內的俄羅斯球迷 更加在比賽之後 就是放煙化 本地他們有一個區隔開他們 因為擔心他們 一比完賽就動手動腳 當然 想不到 都隔不了 隔不了 當然大家都有動手 這個 秩序當然完全失控 其實這個狀況在歐洲背歷史當中 很少見、很離譜 令到全歐洲很生氣 歐洲足協 更加對英國和俄羅斯雙方的 球迷說 如果你再搞事 就立即 直接淘汰你們 不用跟我說那麼多 不用踢了你們 對於 英國的足球流氓 其實 16年的歐洲杯 都叫做 大顯威靈 當然不是一些好事 單單說就是 響鎕 沒錯 應該數目回到 應該數目回到 可是是臭鎕 你剛剛說 其實英國 英格蘭人民 skeptical 在過去 就是這個足球流氓的 始早 以及 代言人 之類 就算 英格蘭 1966年 而且是唯一一次在英格蘭 唯一一次 取得世界杯後 就沒有取得任何冠軍投降 但是 英國的足球流氓 橫行霸道越來越厲害 在全世界搞事 亦都破壞 亦都在動手動腳的戰績標柄 當然 大家都說這種失控的足球文化叫做英國病 但是這個 足球流氓什麼時候呢 說回其實 作為現代足球的發源地 英國其實 在中世紀就出現過類似 足球的運動 在中世紀英格蘭的農村地區 足球是一種 地方的季節性禮而來 鄉間的 大家 都是通常 在這個 懺悔星期二 也就是 過去 復活節四十日 齋戒的前一天 現在當然了 已經成為了國家的狂歡 或者是狂躍夜的日子 他們 就會 整個 皮球 當然了 在指定的地方 追著皮球來玩 當然這個時期的足球比賽是沒有規則 而且 而且是相關的 人數也沒有限制 是不是 好像是沒有 我想他們 說這麼多人應該是 大家是均勻的 因為 在慶祝 這個 宗教節日的目的之外 其實中世紀的足球比賽往往 都是 叫做 年輕的 叫做 鄉雲 強打的機會 原來 也有些人 就用這件事來處理土地糾紛 啊 是啊 很搞笑的 踢贏了 踢贏了就拿到土地 輸了就沒得吵了 也挺原始的 OK 或者你輸了你就贏了一場球 我想就是這樣 其他方式贏了回來 之後呢 隨著這種運動 儀式的 世俗化 各地的參與人士越來越普及 每場球賽 往往會聚集到幾百個鄉民參與 其實已經很多了 後來 更加 是 變成了 剛才說過的九分就和 足球有關 用足球賽去解決 但是後來真的變成 是一個定期的動手事件 當然 這個所謂的 鄉民足球從十二世紀之後就流行於英格蘭 之後就 演變 因為人口增加 但是 這個動手的 程度就越來越高 更加有些人 會對商人不滿就向他們動手 好像 在1314年 當時倫敦市長 這個 Farden 就在 市場商人的要求下 發佈了歷史上第一筆 足球禁令賽 以足球影響生意 和造成破壞為理由 禁止 足球群眾進入倫敦 但是倫敦市長的禁令 很明顯 令到英格蘭人 喜歡足球和動手的熱情 沒有減卻 到了19世紀 鄉民足球 已經 動了 四到五百人 大家一起 派對 當然有時候 當然會動手 更加令到鄰近的歐陸國家相當震驚 1829年 一名法國的訪客 親自看到 打比棍的 叫做 香文足球賽 但是看到 好像都經常動手 他就說這個所謂足球究竟是比賽 還是動手的 問得好 你真是問得好 沒錯 香文足球的流行一直是持續到 之後的 時間 相當 他們加在一起 又運動又動手 但是 當局對於這些事件 越來越 不能容忍 同時工業革命的到來 亦都塑造了英格蘭農村人口的結構 之後 就入到 城市裏面的英格蘭人 亦都接觸到現代化的第一個階段 在1848年 一群 劍橋大學的學生 東併西筹 就是 弄了這個 足球項目第一套 叫做 名文的規定 而且叫做 Cambridge Rules 叫劍橋規則 之後 現代足球終於在1863年 英格蘭足種成立 時正式誕生 當時 經過訓練的年輕人 當然 有些人 精力過勝 不如踢足球吧 英國的工學體制 即是公共學體制 亦都積極參與足球 的規則化 不單是奠定了現代足球的基礎 亦都將 維多利亞的紳士精神融入 足球的意識當中 現代足球的出現 亦都轉移了當時的鄉民 喜歡動手 動不動就動手的 潛意識 後來 當然 社會文化 再加上 都市化 還有城市的流行 亦都有推波助瀾 其實看到 19世紀出現的上流 足球 亦都漸漸 轉回社會階層 其他 不同level的人 即是不同層次的人 包括 勞工社會和農村 雖然足球 偶然 都因為太開心而失控 當然後來 都是大聲 叫就算了 不會動手 但是 之前動手動腳的骨髓 已經是植入了 這個本地很健康和清新的活動 一直到20世紀中葉 直到另外一項科技的發明 這是什麼呢 就是 電視轉播 沒錯 電視 世紀初 誕生 20世紀初 都被認為是近百年來 改變人類生活 狀態的中葉發明之一 在二戰之前 其實BBC 就在1936年開始放送足球相關的比賽內容 戰後更加 是隨著家庭 電視的普及 而出現 這個 錄播甚至直播的足球比賽 雖然足球賽 全面直播之後 直到70年代之後才開始真真正正正普及 但是 轉播科技也是 扭轉了足球的形態 你知道 電視的轉播 是突破了 球賽的物理限制 就好像現在這兩個地方的球迷 雖然他們都不在卡塔爾看 但是都可以看到卡塔爾世界盃 當然 計而動手 不是那麼好 二戰之後的英國 其實 你們知道 經過二戰之後 其實就把世界第一強國讓給美國 當然那些BNO人說 帝國昔日的光輝 已經 沒有了 不要再說這些 已經失去了光環 雖然 經濟 是 受益於 戰後 重建的紅利 但是 依然看到 整個大英帝國的土崩瓦解的陰影 在這段時間 英國的 工薪階層 亦受益於重建 當然重建就有很多工作 可支配收入 亦增加了 各種發展於中下階層的次文化 亦蓬勃生長 這個 亦令到英國產生了搖滾惡 街頭上 摩斯族文化 亦令到工人青年 的個性越來越奔放 同一時間 其實 英國海外殖民地 亦面臨瓦解 海外勢力的撤退 亦 為英國帶來了一批 有一批來自南非 加勒比海 還有其他殖民地的 帝國移民 但是本土和外來人 當然有文化衝突 亦掀起了 英倫的一個 大的浪潮 當然 歧視也不太好 其實 這種情緒 他就被發洩在足球上 令到很多人 當然看完球 有些人 就覺得 我要不爽 繼續不看 但是你要知道 這些足球流氓 可以為害人害己 對吧 所以 有什麼必要呢 雖然 西班牙人也知道英國人是比較難服侍的 當然難服侍是指走口 有沒有試過 有沒有試過一些個案 未喝到屁屁股 已經動手 當然有 輸得太勁 口角都經常有 沒錯 真是令人 覺得很麻煩 當然 當然 不要這樣做 好 今次節目時間 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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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